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齐鹿亡羊的故事吧 羊猪是战国时期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 有一天他的邻居有一只羊走失了 邻居请宵里的人分头去找 也拜托羊猪派人去帮忙 羊猪听了惊讶的说 只不过是一只羊走失了 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人去找呢 邻居说 因为岔路太多 只好多请一些人分头去找 大家很努力的四处找羊 但是都空着手回来 羊猪问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寻找一只羊 却找不回来呢 邻居无奈的回答 因为岔路实在太多了 每条岔路又各有许多小岔路 我不知道羊儿走到哪条岔路了 所以找不回来 羊猪听了这番话 摇头叹气 显得闷闷不乐 有位学生问羊猪说 只不过是一只羊走失了 老师为什么要为这件事发愁呢 羊猪说 你说的没错 但我想的并不只是羊走失了这件事 而是想到研究学问也是同样的道理 若是缺乏正确的方向 只是盲目的东钻西爪 往往会白费心力 就像在岔路中寻羊 最后却徒劳无功一样 后来的人就用岔路亡羊这句话 形容人在寻找各种方向时 都会遇到许多选择上的困难 如果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最后就会走错方向 偏离目标 小朋友 人生会面临无止境的选择 在做出决定前 先了解事情的轻重缓急 再冷静的做出正确判断 这样才能分清楚 什么是必要的 什么是该放下的 如果不小心选错了方向 也要及时回头 重新立定目标再出发 小朋友 听完岐路亡羊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是缘起于 羊猪的邻居有一只羊走失了 请许多人去寻羊 却找不到 过程中 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所以白费了时间和精力 依然找不到羊 羊猪认为许多事 都是相同的道理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要讲求方法 而非盲目的东钻西爪 才不会徒劳无功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其路亡羊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的羊走失了 会用什么方法去寻找呢 想想看 你的人生可能会面对哪些选择 如何做 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其路亡羊 是形容事情繁杂多变 容易让人误入迷途 而白费时间和精力 主要的使用情境 是用来表达方向错误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其路亡羊可以怎么使用吧 讨论这么复杂的问题 假如不能掌握要点 就会其路亡羊 人生有许多选择 要选定正确的方向 才不会其路亡羊 以事无成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